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 2020年至2021年 美国持枪杀人案件数量增长了8%以上 达到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新高 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我们也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 也注意到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数据显示 截至9月26日 美国今年已经发生了500起至少4人死伤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9月底以来 德克萨斯州 马里兰州 亚利桑那州等地又接连发生了枪击 报告中还提到 非洲裔美国人在各个年龄段都是枪击死亡率最高的 此前美国疾控和预防中心的报告曾经显示 非洲裔美国人被枪杀的概率是白人的12倍 系统性的种族歧视 叠加枪支暴力 使少数族裔成为了受害者 生命权是最重要的人权 能否有效遏制枪支暴力 切实保护少数族裔的权力 是国际社会衡量美式的民主人权重要的标识 是国家的民主人权也能否与绑的权力